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气得直哆嗦 小雅 我的钱去哪了 一冲进门 婆婆就会捂住存折本问我 没什么 我花了 我给自己买了辆车 停在楼下那奥迪就是 我看了一眼她 不以为然达到 什么 你凭什么拿我的钱 我同意了吗 婆婆气得直哆嗦 为什么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你 你 婆婆被气得说不出话 我是王小雅 在别人眼中 我是个从不高声说话 不和人争执的乖乖女 这和自由父母对我的教育分不开 工作后 我仍牢记老妈的叮嘱 要尊重长辈 宽容待人 将心比心 以情换情 可能和生活圈子有关系 我接触到的人也大多温文尔雅 讲礼貌 有分寸 生活得波澜不惊 我和陈宇世世兄妹 后来看对眼了 就买房结婚 两点一线 日子过得平淡 有序 直到婆婆的到访 彻底结束了我的岁月静好 也颠覆了我的三观 一年前 陈宇和我商量 自从公共过世后 小姑子又外出读书 家里就剩婆婆一个人 她实在不放心 想把她接到城里来一起住 我当时没多想 一口答应下来了 觉得婆婆不容易 我们尽孝道也是应该 我的房子不大 就两间卧室 一间主卧 一间书房 为了迎接婆婆 我给她收拾出一间 至于书房 就用屏风在客厅格 开一个空间凑合住 婆婆是个强悍能干的女人 公共在时 一切她说了算 我曾感叹陈宇这软弱性格像谁呢 可能是随了她爹 婆婆来后 立马拿出了在老家的气势 说一不二 忙里忙外 刚开始 我却是轻松不少 至少回家能有口热饭吃了 之前我和陈宇常累到谁也不想动 晚餐都是外卖凑合 每当我嘴里叼住鸡腿时 心里就美住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化成不欺我 哎 现在回想 真是图样图森破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有所得 必有所失 在这看似安逸的生活之下 早已激流暗涌 可能跟生活习惯有关 婆婆大大咧咧 活得我行我素 刚来时 她还比较谨慎 可一段时间后 她觉得我脾气温和 便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清晨 当我和陈宇还眯住眼睛向涌时 她就碰了一声推开门 把我们吓得如头反斜钢琴的男女般迅速分开 陈宇不满嘟嘟 妈 你这是干啥呢 进来也不先敲门 干啥 做卫生杯 进而子屋敲啥门 俺知道床上躺的是小雅 不是别人 怕啥 她理直气壮地答道 我们说过她几次 她嘴上说改 就是不见行动 最后我和陈宇只好反锁了门 结果招来她一阵埋怨 说我们防住她 婆婆习惯早起 天才蒙蒙亮 就开住广播听戏 有了兴致 还要自己高歌一曲 那诡异的破译让我和陈宇苦不堪言 但这毕竟是她的唯一爱好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赛剪耳塞 可我常赶资料到半夜 早上起得迟 于是和她商量晚上唱或小声些 婆婆却立刻瞪大了眼 咋呼道 吊嗓子就得大声 陈宇她跌在时 那磨大的呼噜 俺都睡得死沉 再说 我这一辈子都习惯了 怎么改 得 我说一句 她回十句 我说不过 只好投降 不仅如此 阳台上 她眼中那些中看不中吃的花草都遭了殃 换上了大葱和大蒜 为了尝得好 还托人从乡下带来晒干的马粪 那味道酸爽的 你就可尽想吧 这头我还没说什么呢 楼下的邻居就受不了 搬出了物业 这才作罢 从此 我家里的画风就变了个样 从清优雅至变成了乡村普世风 挂在墙上的抽象画被婆婆披跟鬼扶一样 扔进了储藏柜 贴上了喜气洋洋的礼仪招服娃 书桌上 朋友从欧洲带回来的锦绣店 换上了她亲手绣的福字大红布 摆上麻将 不仅如此 家里的洗衣机 电视机 冰箱都跟住享了福 穿上了她亲手做的粉外套 我和陈宇看在眼里 难受在心头 偶尔劝一两句 婆婆就委屈得不行 眼眶红红的 说我们嫌弃她 她命苦 我们真怕她又哭喊得惊天动地 被邻居听见 以为我们虐待老人 有时 我实在气不过 回家和我妈诉苦 善良的妈妈总是劝我算了 人老了固执 都这样 多包容些 亲妈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而从小被教育要宽容待人 尊老爱幼的我 想想也就作罢了 俗话说退一步 海阔天空 我这倒是退了一步 可海阔天空的却是别人 一天下班回家 我和陈宇看见小姑子 坐在沙发上啃瓜子 婆婆在帮助打开行李 见我发忙 婆婆忙说 小雅毕业了 外面租房贵 就先住这了 听到这 我明显有些不快 小姑子赶忙说 真是麻烦嫂子了 怪我莫打招呼就来了 婆婆立刻搏了回去 嗨 说啥呢 你个家不就是你家 想住多久就多久 小姑子献婆婆给她撑腰 顿时得意了 于是要这样呢 把她看得上的东西 都搜刮到房里去了 我气呼呼地望住陈宇 希望她说句话 可她也不知所措 只是低声哀求 莫办法 来都来了 她也没钱 等工作后一定让她搬 好吧 我的社母心又犯了 心想刚毕业的小姑娘 不投靠她哥靠谁呢 想到这 我还拿出了些衣服 鞋包送给了她 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此话一点不假 小姑子活脱脱就是婆婆的翻版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婆婆再怎么随便 毕竟不动我的东西 可小姑子就不一样 她过得一点都不含糊 比我还像主人 随便用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 化妆台上有什么拿什么 我的衣服鞋子舍不得穿的 她招呼都不打就顺走 抽屉里的购物卡 常不翼而飞 被她换了零嘴 冰箱里 老妈给怕冷到 我做的雇员膏 被她二话不说 吃了个精光 有时我忍无可忍择问她 她还不以为然 说我小题大做 都是一家人 计较这么多干嘛 婆婆也和她同一阵线 说我这大嫂实在不大方 抠门得很 吃点东西 穿两件衣服 就心疼得不得了 每逢这时 陈宇这不经事的 一看情况不对 就溜了 我一张嘴干不过两张嘴 又说不出重话 只能气得鼓鼓的 有时累了一天班 回到乱糟糟的家 心里真的很烦 只是我的妥协 陈宇的霍西尼 让婆婆和小姑子 越来越无所谓 就差战伤未亡 改其意志了 一切忍耐都到了顶点 就等喷博而出的那一天 怀孕后为了方便照顾 我住在娘家 可是按风俗做月子 必须回到自家 那时是盛夏 我严格按传统 再热都忍住不开空调 免得落下老人说的月子病 睡到半夜 一阵冷风直冲后背 我打了一个机灵醒来 原来空调不知何时开了 风呼呼的响住 我气得起身大声嚷嚷 谁开的空调 一番排查 原来是婆婆和小姑子 睡到半夜闲热 偷偷开了降温 本想一会儿关掉 结果他们睡过头了 我彻底火大了 大声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 月子受寒是会落下一身病的 你们为我想过吗 心也太狠了 我委屈极了 边哭边骂 见从不发火的 我第一次抱走 他们也不回嘴了 只是善善都说了句 哪里就那么娇气了 因为学校任务繁重 月子中我也没闲住 孩子一睡着 我就起来开电脑 写资料 那天写到一半 我去厨房喝乌鸡汤 回来后却发现 电脑死鸡了 完了 顿时心里拔凉 我刚做了半天的资料 还没备份呀 真是活见鬼了 我喝汤钱还好好的呢 我一回头 就看见了鬼鬼祟祟 要溜出门的小姑子 在我的微逼下 她终于交代 刚上网浏览一个网页 估计中了毒 我 看到我青筋抱起 眼珠子通红 握紧了拳头 她一溜烟淘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烦躁地打开电视 偶然间看到 陈松玲的婆媳节目 她说道 夫妻的家不是婆婆的家 一一点醒梦中的人 是啊 这一年来 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 现在回想 我真是后悔 其实不管为人处事 都要有个底线 一味的宽容 就是让对方无下限挑战你的下限 一开始你就输了 你的好坏 全凭对方自觉 该反抗的时候不反抗 最后哭的 只有自己 冷静后 我告诫自己 不能再这样下去 必须要做出改变 不要让一再地退让 把微小的怨念积累成燎原之火 怎么办呢 吵 吵不过 骂 骂不出 我闭上眼睛 开始头脑风暴 把小说里 电视里对付恶婆婆 贼小姑子的情节想了个遍 思索片刻 我记上心来 嘴角浮出了一丝微笑 一大早 我就穿着小姑子刚买的 一千多块的限量板球鞋出门了 小姑子托人买来的燕翁 晚上就进了我的肚子 趁他们不备 我又顺走了小姑子子托人 从国外寄回的口红 他们网购的东西 我二话不说 打开小区储藏箱 撕开就吃 找到夜班后的小姑子 需要早上补爵 我就偏偏一大早起来 打开收音机 听英语练口语 我的豪放不鸡精呆了他们 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盯住我 以为我中了邪 我才无所谓呢 人无皮 天下无敌 只要他们抱怨我随便吃 用他们的东西 我就立刻回嘴 计较这么多干嘛 不是一家人吗 真小气 用他们的话 堵他们的嘴 眼看住婆婆 小姑子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暗自高兴 后来又从陈宇嘴里得知 婆婆准备拿养老钱 给小姑子买辆车 我想机会来了 是时候该来个最后一季了 婆婆的银行存折在她手里 可卡却由陈宇保管 当时是我开的卡 所以知道密码 于是我赶在他们买车前 把钱转走了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果不其然 他们发现后 气得哇哇叫 我面上波澜不惊 心里却乐开了花 以笔知道 还是笔深 哈哈 我是文明人 才不和他们吵呢 说完 就扭头 就开住新车上班去了 为了避免回家听他们唱戏 我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就让婆婆和她儿子闹去吧 这个没用的陈宇 是时候把她推上战场了 陈宇来了几次电话 又想获悉迷 我便直接告诉她不可能 情况摆在那 这一年我过的什么日子 她也看得到 她再不想出个解决方法 我们就各过各的吧 一听说要分开 第二天陈宇就忙不迭的就跑来了 她愁眉苦脸的诉苦 左是妈和妹子 又是老婆和孩子 她也很为难 看到她这怂样 我开始动之以情 先让她感慨 她这一年也过得憋屈 然后小之以理 我们和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生活习惯 为人处事完全不同 如果住在一起 就要互相妥协 做出改变 可往往是与愿违 那么我就要及早分开 免得发生更大的冲突 无法收拾 我深知优柔寡断的陈宇 也想不出好办法 便告诉她 目前 我们小区很多房子出租 我们就给他们找个离家进得住 去让既能互相照顾 又不干扰彼此生活 两全其美 陈宇一听 觉得这方案靠谱 既不伤害她妈 又能恢复自己生活 顿时一口答应 她还信誓旦旦地拍住胸脯 回去做思想工作去了 有些男人就是这样 没到关键时刻 她就装傻 只有把矛盾计划 摆在她面前 才能逼她解决 不久 我就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说陈宇和她谈了 她觉得我说得对 让我回家 我就等住这话呢 回到家里 婆婆小姑子已在收拾了 我把钥匙交给婆婆 告诉她房子找好了 卫生也请人做了 被褥都是新的 她和小姑子随时可以搬 并告诉她 房租和水电费由我们出 她的退休金自己当货时费 另外 小姑子上班较远 我买了电瓶车给她逮捕 婆婆一边点头一边答应 然后不好意思地问我 她的三十万真的都被我拿去买车了 听到这 我扑痴笑了出来 说 我怎么会拿你的养老金买车呢 车是借的 这不是怕您太宠小雅乱花钱吗 那三十万 五万给你存了活期 剩下做了基金定投 现在已经赚钱了 婆婆一听她的三十万 不仅没少还多了 高兴的一个进的笑 同时她也不好意思地表示 这一年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委屈我了 现在我们就隔住一栋楼 平常各顾各的 周末串串门 节假日逛逛街 互相牵挂 又互不干扰 日子舒心多了 看到现在的和谐 我不禁感慨 早点这样就好了 省了多少事啊 毕竟婆婆和亲妈不一样 你和亲妈早上吵 晚上好 心无芥蒂 和婆婆就不一样了 一旦真的开杠撕破了脸 那就难以挽回了 所以 和婆婆最好的距离 就是一碗热汤的距离 端过去 正好喝 亲情也需要界限感呀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